今天最主要來跟各位報告 今年度針對鳳梨的一個產銷 農糧水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因為六位豪雨 中部地區尤其是嘉義跟營營 將效豪雨 豪雨來之後又剛好 這一個艷陽天 所以造成這一個產地 鳳梨品質降低 所以價格有一些低落的情形 我特別用整個的一個錢貌 來跟各位做整個今年度 鳳梨的一個產銷情形 首先我想我從這一個 第一張圖表裡面要跟各位說明 大概我們今年度易估鳳梨的售後面積 是一萬零七百九十公頃 鳳梨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因為外銷暢旺 所以我們的種植面積都呈現了小五度的一個增加 大概一年的中產量 我們評估今年可以達到58萬公噸 18萬公噸 那整體的一個生產成本 我們以去年的一個生產成本 大概平均每公斤7.6元 那產地價格 那過去這幾年的價格也都相當穩定 那當然今年到上半年 我們這個度表給各位的一個數字 今年整體的上半年產地價格20.9元 那台北果菜批發市場的一個價格 今年度1月1號到6月30號也是21.6元 那也因為產量增加 所以今年的一個整體水果都豐收 那當然鳳梨的一個價格 如果跟網民來看 也是呈現稍微的一個下跌的一個情形 稍微下跌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有關我們大概今年整體 這五年來整個鳳梨的一個產銷資訊 從面積到它的產量到它的產值 大概大家可以發現整體的趨勢都是增加的 那另外今年的一個產地的一個價格 跟批發市場價格的一個情形 我想先做一個初步的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我要講 因為如果說有價格低落的情形 大家老是都會去關心說 這一個外銷是不是持續的一個暢旺 因為過去這幾年來 大概鳳梨有很大部分 我們外銷相當暢旺 所以大家都很關心 但是我們外銷集中單一市場 鳳梨也是一樣 鳳梨也是一樣 大概以今年到6月30號 整個的一個外銷量三萬五千年八十公噸 跟各位說明 裡面98%也是外銷中國大陸 那其他的話 第二個大的市場就是日本市場 日本市場 但因為每一次有價格低落的一個情形 大家都很關心說 是不是因為外銷受阻 那這邊要跟各位講外銷沒有受阻 外銷沒有受阻 那整體的一個量 如果跟去年的外銷量來看 目前是成長28% 那它還會繼續再成長 因為這幾天接觸產地 還好今天有貿易業者 我們鳳梨的林陸總經理他會講 他說他們還繼續再出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35080還不是今年最後的數字 後續還會繼續有 那只是說現在是等於 因為進入這一個金鑽鳳梨的產季的末期 那相對的外銷數量也沒有過去幾個月那麼大 但是仍然有持續在外銷 仍然持續在外銷 那這個是大概整體的一個外銷數量 我們從這個表很明顯可以呈現以過去這五年來 等於是今年來看 等於是最高的一個紀錄 最高的一個紀錄 35,080公噸 那還持續在外銷 還持續在外銷 那針對外銷 針對這個鳳梨外銷獎 我都要特別說明 農料署也有做內銷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措施 因為鳳梨是夏季裡面 國內算是很主力的一項水果 很主力的一項水果 而且消費大眾也很喜歡使用我們的鳳梨 尤其它含有水分 含有水分 所以大概這一張特別跟各位講 我們在內銷裡面做了這一些努力 所以如果大台北地區有常常去希望廣場 或是花博延山廣場的話 都可以每週你一定都買得到鳳梨 那都我們固定 由產地、由民團體 直接在那邊進行銷售 直接那邊進行銷售 那當然除了直接銷售以外 我們也透過宅配來訂購 所以我們透過新北市融位的 真情石拼款網站 以及中華民國國菜合作社聯合社的 一個網路的一個銷售平台 那他們也都做了一些 等於直接宅配到家的一個服務 那當然傳統的國金護士跟建立的一個促銷 那我們也跟中部地區 比如說鳳鋼超市 比如說家樂湖超市 也都有辦理 在整個產季當中 辦理相關鳳梨的一個行銷活動 那我們透過農糧署主導成立的內銷 我們總共做了793公噸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內銷方面 所呈現的一個努力 那其實鳳梨它最大的不同 它跟其他水果不同 就是說加工業者很喜歡我們的鳳梨 加工業者很喜歡我們的鳳梨 所以你看加工業者的處理能量 實際上是相當大的 那農糧署過去這幾年 我們在產地 那也輔導了很多 具有CAS合格的一個加工廠 那他們可以產自很多個 相關鳳梨的一個加工產品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鳳梨乾 鳳梨乾的話大概果乾的製品 今天邀請的紅美合作社 待會這一個陳經理你可以做說明 那他們合作社做果乾 最主要行銷日本市場做得相當不錯 那當然鳳梨也是他們主力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果乾 那另外還有這兩個類似像果醬 那這個是鳳梨的一個半成品 那這一些加工廠 那當然都是農糧署所輔導的 那也跟各位媒體記者講 這一些具有CAS加工廠的合作社 有很多加工設備 都是歷年來農糧署所補助的 農糧署補助的 那當產品在加工處理上 有困難的時候 農糧署都會要求這些加工廠 要出面來進行收購 要出面來進行收購 那我特別要講 因為這幾天媒體上有大福報導 我們嘉義大林地區 特別有反映到端午節後 因為產地下大雨 產地下大雨造成肉申果 你們剛剛跟我講說 什麼叫肉申果 就是你彈你的肉那個聲音 直接叫肉申果 是彈你的肉 肉申果 那肉申果品質比較不好 尤其是一個它不耐儲藏 它不耐儲藏 所以一般肉申果的部分 是不太可能去直接進行銷售 但是加工廠是可以拿來加工利用的 或是可以拿來加工利用的 所以說大林地區 因為端午節後等於六位中型遭受豪雨的一個清洗以後 那造成它的肉申果的比例高 那比例高啊它品質不佳 所以也會拖累整體鳳梨的一個價格 那我們接著說要支撐農產品的價格 這一些品質不好的農產品 我們是必須要透過加工的方式 來給予進行收購 那把這些刺激果 從市面上把它抽離 那我們覺得說市場的價格 就會逐漸回溫 所以禮拜六我也親自去 我也帶了紅美公司的採購 採購進行 直接就每一盒一公斤八塊錢 直接跟大里那一家合作社 這一個叫益心合作社 就直接跟它採購 採購的話 基本上從禮拜六一直到禮拜天 整體市場的價格 因為最主要當然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我們先不要去協助解決這些加工果的問題 第二個金狀鳳梨目前也進入產機的末期 所以大概市場上目前所呈現的就是量已經減了 那價格也呈現逐漸的一個上揚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產地回報給我們的 產地回報給我們兩組 也是特別有提到說 這一個因為進入產機的末期 所以評估這個禮拜 整體這一個金狀鳳梨的一個價格 它一定會呈現這一個量件價量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最後才要特別 呼籲消費大眾 迷你提著幫我們多做先導 如果你想對金狀鳳梨 台灣品質最好的鳳梨 就是這個外銷數量相當多的一個鳳梨 金狀鳳梨 今年的產季已經逐漸進入尾聲 那你要藏鮮的話 要趕快來買來採購 好 好